走 ihad 提醒 要找飯去啥 正在外面,還有桃子 我要在家 Pull a Hin 保持桃子 桃子在哪裏 在廳裡,穿乎在最下面一個 它有點皮 уш停 其实桃子可以吃皮啊 我觉得 不可以 我都是吃皮 我不喜欢 你咋了 有点酸 酸啊 你之前不是喝过吗 你这我上次给你喝过啊 你这样怎么没觉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白 今天这个视频是一次新的尝试 就是跟我过一天这样的视频 就是在日常Vlog的视频里面 穿插一些 跟大家聊天啊什么的 就是聊聊我的生活 聊聊我的工作 什么什么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视频呢 以后就可以成为一个系列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视频呢 就逛它吧 那么今天我的计划是 翻译 然后录这个视频 就是跟我过一天这个视频 然后如果下午有时间的话呢 我就再录一个 叫大家背单子的视频 然后晚上还有一个直播 今天我就不去健身房了 因为我昨天去过了 因为我昨天练的背 然后今天呢 我可能就在家里练一下 腹什么的 嗯 我为了录视频 早上起来还化了一个妆 如果按照我的计划来的话 我这个妆可以支持我录两个视频 和做一次直播 嗯 是不是挺滑的来的 这里就是我日常工作的地方 当然很多玩的时候也在这 然后设备就是 这是一个台灯 然后那是一个架书的书架 然后这里是一个夹子 这个夹子就是可以把书夹在地脑旁边 就是夹在那个高的地方 因为如果你经常是用这种书架的话 你就会就是架在桌面上嘛 桌面上的话书会低于你的视线 然后如果你经常低着头的话呢 就会导致协方机紧张 所以呢我就把买了一个夹子 然后把书就架起来 就是挂在上面 这样就会好一些 我给自己搞了一杯饮料 然后现在准备开始翻译 我搞的饮料是 红茶冰块加脱针油奶 我超级喜欢的 虽然现在已经降温了 但是我还是喜欢喝冰的 嗯 耶 就很开心 然后我现在翻译的书呢 是这个 呃 《苦力发日记》 嗯 它是一套的 就是我已经放了六本 然后我现在翻的是第七本 这套书真的是非常可爱 我真的是超喜欢 就是 我辞职了之后吧 就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终于 干到了一样 我很喜欢 而且很擅长的工作 就是翻一把 你有的时候肯定也是会翻 合同啊 什么文件啊 这种东西 那种还是比较枯燥的 但是如果你翻到你喜欢的小说啊 电视节目啊 那就很开心了 嗯 像这本书我特别喜欢 嗯 这本书是一个游戏叫 我的世界的同仁 然后 它的年龄层次相对比较低一些 因为它的主角是一个六年级的学生 差不多就是在六年级这个年龄段 所以它里面的语言都用得很轻松愉快 所以我翻的时候呢 我也很高兴的引用了这种风格 嗯 像这里有一句是 it comes down to pure dumb luck and my luck really stinks lately 就是说 一个装备能出什么覆膜的效果 全看硬运气 而且是全看 它说的是pure dumb luck 就是全 全看 白痴一样的运气 是一种语气 有一种主角的情感在里面 然后后面那句话说的是 而且最近我的运气很差 而这句话我是 我是这么烦的 一样东西能出什么覆膜 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 唇看脸 简直崩溃 而且最近我的脸还很黑 就是 嗯 我没有翻唇靠运气 唇靠白痴一样的运气 哦 它拆成两句变成了 唇看脸 简直崩溃 简直崩溃就是为了翻出它 pure dumb luck 在说这个话的时候的那种 那种感情 就是带感情色彩的语言 然后唇看脸 最近脸还很黑这个呢 就是为了能够符合整体的语言风格 所以我自己在翻这一句的时候就特别开心 一个是一个是觉得 能够写出这样的文字来是一种 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觉得嗯 好像翻来挺好的也是一种很开心的事情 还有这边有一句是 mom is always trying to impress her big sister 就是她说要过感恩节了 然后她妈的姐姐就是她大姨 要来她们家过节 然后呢她说她妈一辈子都在跟这个姐姐就是impress her 然后呃我在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就想起了一句上海话 她妈跟她跟她姐一直在别秒头 就是 这普通话叫别秒头 就是嗯 真风啊真风头啊 就是一直在跟她使劲啊那种 那种意思就是impress her 然后我就自己就觉得啊好好玩啊 当然因为这个别秒头是上海方言 所以我没有翻到译文上去 我翻的译文是 妈妈这一辈子都在跟她的这个姐姐较劲 这是我的译文 但是我自己想一想觉得好开心啊 还有这里有一句 don't ask that's a whole other story 然后don't ask这一句肯定 大家一般都会翻成别问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我不是我加了一个字 我翻成了求别问 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就是那个求别问就是 就是加了一个求字 你就有她那种don't ask的那种 那种感情在里面 然后我就觉得嗯 我这样翻挺好的 然后就是 一边工作 一边翻译 一边欣赏自己 翻的东西 这就是我工作的状态 sorry 我估计但不要骂我了 就是反正就是挺开心的吧 做翻译是一个真的是让我很开心的事情 嗯 还能吗 我们现在开始翻译了 嘿嘿嘿 我们家还有一个地方 妈妈也还没进得去 我们家还有一个地方 妈妈也还进不去 我们家还有一个地方 妈妈也还进不去 我们家还有一个地方 妈妈也还进不去 妈妈也还进不去 一般上午会工作到12点 或者12点钟之后 然后才去吃饭 但是今天天气不太好 一直在下雨 然后我刚刚听见雷声 我觉得安全期间 我还是关了电脑吧 就是我准备关了电脑 然后现在去做饭吃 上午我翻译了10页 嗯 效率稍稍有点差 一般我上午可以翻15页 不过 不过我今天上午 我换了个妆 嗯 对我换了个妆 翻译开始都晚了 那翻了10页 那也算正常 正常效率 正常效率 好的 做饭去 今天我准备做的很简单 这个是那个就是 呃里面酱啊什么 都腌好的那种半熟的麦鱼 然后这个是昨天师姐 为了凑丹满点 多点的一盒饭 嘿嘿 所以我就准备用这个鱼 这个饭 然后再来一点蔬菜 然后就可以搞第一顿饭了 洋葱青椒 嗯 待会再拿个鸡蛋 然后这个鱼呢 先 加点水煮着 嗯 吓死我了 嘿嘿嘿 就这样加点水 然后把这个鱼直接放进去 这样 这样 然后你用微波炉也可以 用蒸的也可以 都可以 嗯 现在我们来搞这个鱼 这个鱼 这个鱼除了鱼之外 还有很多酱汁 所以这个酱汁 我待会要用来炒饭 OK 看 有很多很多的酱汁 加一点酱汁 加一点酱汁 好开火 来炒一炒 炒炒 哈哈哈哈 倒一倒 倒一倒 再来做一杯喝的 就是养洛多加气泡水 加盐气酸盐气泡水 我觉得还蛮好喝的 那么现在我就开始吃饭了 嗯 这顿饭就是 虽然简单吧 但是有蛋白质 万鱼 然后 嗯 鸡蛋也是蛋白质 然后 酥炭也有了 有洋葱跟青椒 然后炭水是米饭 当然最好你是用那种糙米啊 什么的 但是我懒嘛 嘿嘿嘿 所以就 这样啦 然后喝的 然后味道也是我喜欢的 嗯 然后很快就可以搞定 好 我就喜欢 嗯 好喝 嗯 好吃 我们家洗碗机是这种水槽式洗碗机 然后放碗就特别需要寄手 嗯 好了搞定了 嗯 现在是 1点17分 吃口午饭的一花时间 嗯 那么外面也不打雷了 所以现在准备继续干活 嗯 嗯 下午有点饭困 所以准备搞下午茶 然后下午茶是 嗯 奶泡咖啡冻冰激凌 嘿嘿 OK 好 现在可以去吃了 哈喽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白 现在是4点46分 然后我已经录完了那个背单词视频 嗯 所以今天我真的实话一个妆 然后可以录两个视频 直播一次 真可惜 噢 你干嘛 然后在我录视频的过程中 师姐今天提早回来了 嘻嘻嘻 然后还给我买了鸭针 嗯 因为我昨天说想吃 然后她今天给我带回来了 超可惜 谢谢 嗯 你就能不能看我一眼 嗯 你老看手机 嗯 你取你手机算了 你还不放 嗯 你还不放 嗯 那么我现在 嗯 其实我觉得我应该再翻译一点 但是我刚弄完了一个视频 我特别想把它给剪出来 所以我决定去剪一下那个视频 先把它剪出来吧 啊 嗯 晚饭吃什么 不要说 嗯 increase to increase by 哎 嗯 你就记一些这种词 然后你到时候写的时候 你就把这种词往身边上一堆 分书就有了 就这么简单 嗯 嗯 我可以以为就是打广告本 周六周六 我可能是周六吧 我可能周六吧 我可能周六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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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么今天视频就到这儿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这个事情的话 那么 以后说不定这个会发展成一个系列 如果大家不喜欢这个事情的话 那就那就没有以后了 嘿嘿嘿 好那么今天就这样啦 嗯 祝大家晚安 再见 再见